作词 作词 作曲 作曲 李宗盛 花开花落 一深秋梟 天崩地裂 岁月蹉跎 雪与火中垂炼 枪与炮中奔爬 一生只为家国梦 风和雨中吹大 淋雨柔中挣扎 世之只为天下人 情愁爱恨命运斗撞的天翻 革命洪流大悲大喜大开河 严下悲伤 红图指向 严下悲伤 红图指向 严下悲伤 羡守 巷刑 众花寒冷 寒冷 寒冷 严下悲伤 众花寒冷 严下悲伤 红图指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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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磐石鎮了 班军军 我们连夜行军 已经疲惫不堪 命令部队稍作休息 然后兵分两路 向磐石鎮发起进攻 这一次 我们务必要把骂浩天他们 赶紧杀局 那不是松总吗 看来这磐石镇里面 的确有你这抗人物状 咱们快去报信了 行 来来来 快点 那边 弄老一点 来来来 兄弟 麻烦问一下 你们是哪部分的 这边 我想见一下你们当头的 有重要情报 跟我来吧 再来 等完 他们找你 林立邦 花大宝 聂永强 放这儿 放这儿 浩天 这几百号人马 是你好不容易拉起来的 里得保存有声力量啊 可我们现在急需要一场胜仗 来鼓舞士气 可抗日不能急于一时啊 行了 别再说了 不过林立邦 你能来报信我已经很感激 但是队伍是我拉起来的 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吴队长 在 你也出场 在 二弟三弟 在 准备战斗 是 林立邦 我让你瞧一瞧 什么叫打赵 丁邦 大宝 米烈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和和沐修在一起的吗 浩天要把九九带走 我怕孩子没有人照顾 就跟他们一起出来了 外面搭起来了 米烈 你在这儿别怒 大宝 我们去看看 这儿 蹲下 你怎么来了 马虎天 现在那个时候 不是跟日军打阵地弹的时候 叫弟兄们赶紧撤 为什么要撤 打手我给你抖 你这是蛮干 别再说了 小语伯娘 你吃了太多亏了 这次我一定要捞回来 大宝 咱们到西边看 是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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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处长 怎么样 我们周围全查 吃亏呀 这么打下是要吃亏的 浩岳 赶紧叫你跟我 带着尽球们撑 你全全的 不行 我们局长下了命令 我们只能执行 打破打成最后一个子弹 怎么办 要不这样吧 我们赶紧走 他们赶紧到黄河兴不死 要是再不走的话 就被日军给围起来了 这样 先去找芈烈 然后再请办法 重处给他包围下 行 走 好 芈烈 走吧 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 我不能走 我走了没有人 照顾九九了 那把九九也带走吧 好 那你们说 要怎么走 芈烈 你们要干什么 浩天 我觉得他们 说得有道理 我们不能和日本人应聘 应聘我们会吃亏的 那你 就是要跟他们一起逃跑 不管我了 不是你说的那样 哥 哥 局长 你们怎么回来了 局长 我们已经不入了 哥 局长 局长 鬼子围上来了 什么 马浩天 都是因为你 现在谁也逃不了了 浩天 快下决定吧 走后门车 好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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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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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宅 你这飞镖技术 可是越来越好了 是啊 姐 什么时候教教我呗 这都过时的玩意儿了 现在谁还玩这 大家都用枪 报 报道大家 就我们十里的磐石阵 打起来了 谁跟谁 一方是日本的松本连队 另一方好像是那个 奉天警察局局长马浩天 他收编了一些 东北军的士兵 说是扛着 抗日勇军的大旗 保驾卫国 马浩天 不熟悉 不过他的前任局长 曾经围剿过咱们凤凰山 让咱们给击推了 可是这日本人 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打仗 咱们不能不管 姐 你想怎么管 当然帮中国人了 貂蝉 咱可没必要去 招惹日本人哪 连张学良都不敢 跟日本人打 命令东北军放弃抵抗 你说咱跟着凑什么热闹 你懂个屁 复朝之下严有完乱 你以为日本侵占了东北 咱们凤凰山就能有 太平日子过 传王命令 集结队伍 随我下山去看看 是 走 貂蝉 要去你去 反正我不去 姐 我也不去 你们两个 蜀木村光 目光短浅 不去拉党 我去 曼可 黑虎山是不是打起来了 这枪炮冲响了一晌午 松本连队的人 绕过了黑虎山 直奔磐石镇 我刚刚在路上 遇到了一个 磐石镇的游记员 他说凤天警察局局长 马浩天 带着他的警察兄弟们 拉起杆子 小鬼子发现后 派兵围剿 马浩天有没有吃亏 吃亏吃大了 队伍被打散了 打垮了 眼看就要顶不住了 我这个老同学 太争强好胜 还太低估日本鬼子的 战斗力了 一帮警察和野战 日军死拼 哪有不吃亏的 何书记 那我们怎么办 要不要援助一下 磐石镇 马可 咱们省备 刚转移到苏家屯 蘑菇村 不能轻易暴露 我们的目标啊 现在特工队力量 也薄弱 林定帮在黑虎山 看他能不能发动 黑虎山的武装 攻击日军的侧翼 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的老同学 马浩天杀出重围 行 那我再去黑虎山一趟 辛苦了 好 路上小心 好 何书记 这个马可怎么刚回来就不见了 他去哪儿了 纵本联队袭击磐石镇 马浩天的抗日武装 我派马可去黑虎山调些人马 来支持我的老同学 你们同学一场 干清非浅 你觉得马浩天这个人怎么样 当年在黄埔军校时 他就是一名狂热的国民党分子 在四一二政变中 又屠杀过不少共产党员 和工人纠察队员 后来在奉天继续围剿满洲省委 对我们的组织啊 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何书记 衣服好了 来试一下 小姬 小姬 想不到你不丹会倒过电台 这针线活儿也不错啊 随便挤着 何书记 你那么忙 以后你的生活吃饭穿衣 我全包了 小姬 日寇占领了凤天 吉林 黑龙江三省 黑龙江的马湛山将军 忠肝义胆 特别是江桥之战 大出了威风 现在全国都在为之募捐捐款 掀起了东三省抗战的一个高潮 你认为 苏联红军 会给马湛山提供武器和弹药吗 我觉得 直接提供武器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 要是马湛山将军军师失利的话 他可以跨过黑龙江 进入苏联的远东地区 获得苏联的庇护 小姬 嗯 倘若我们满洲省委 坚持长期抗战 你觉得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 最需要的是 共产国际的财政支持 和党中央的政治领导 目前 电台已经有了 但是东三省的形势 急需从党中央 调一批懂军事的干部过来 小姬 想不到你这么有水平啊 抓住了满洲抗战的纲 何书记 像你这样 能文能武的军委书记 我也是打心底里佩服啊 小姬同志 不许吹捧啊 我说的是真的吗 何书记 我说的是实话嘛 人家就是喜欢你 佩服你 不行啊 小姬同志 借满给共产国际 发个电报 什么内容 为了斗争的需要 请远东情报局 再派一台新的电台 和报务人员 何书记 你不信任我了 不不 小姬 我认为 以你的才能 让你当报务员 实在是大财效用 我考虑过 你之前做过 共产国际的交通员 所以我想在新的电台 和报务员到来之后 我要派你潜入关内 去上海 向党中央直接汇报 我们满洲的工作 并且协助几位军事干部 潜入东三省 就我一个人去吗 我会派林定邦和柯兰同志 陪你一起去上海 去上海 真的吗 等新的电台和报务员一到 你们就立刻出发 好 好不好 小姬 对不起 今晚自己喜欢的男人 这是我的俄罗斯外祖母 交给我的生活习惯 不过何书记 你真的是我喜欢的男人吗 你既能文能武 又温柔体贴 这个丫头有头脑有手腕 要警惕她的美人计 我是不是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她不让我接出电台以后 我该怎么办 这个男人 我要怎样才能搞定她 请后门都被挡住了 浩天 咱们得几个办法干掉那个机枪手 快 走 走 先引开他们 快 撤 好 走 走 快 定马 马克 四爷 干爹 幸亏你们来了 要不然的话 我们都被包了饺子了 是啊 快 我们往高粮地撤吧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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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哪支武装部队干的 太军 这好像是黑虎山的 二当家的黄四郎 命令部队 追击马浩天和黄四郎 快点 走 快点 快点 老天 我早就劝你把人马撤上来 可你就是不听我的 你看看现在 是我对不起兄弟们 这抗日打鬼子 你的心情我能够引起 可现在是敌强我弱 咱们总得保护好自己 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吧 林立邦 你少在这儿说风链话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歌 我说的是事实 你们已经吃了两次回 难道还不需要 检查自己的战术吗 林立邦 就算你说得对 但我觉得现阶段 和日本人干的 要么不等 要等 就要打出中国军人的气势了 人都死光了 你拿什么打出气势 林立下 有灰虎山的人埋伏在这里 半天军 我们这里不太熟悉 有没有后期保障 不可连战 撤 快 得醒醒了 给我打 四爷 四爷 你们到底有几支人吗 就两支人吧 一支我和马赫带着 保护你们 还有一支三爷带着 押住敌人的进攻 那这股枪声是怎么回事的 这一定还有第三支队伍 林队长 我们被加击了 如果被他们形成核武 若果不堪视线 都一局不处地撤往井中了 哪里来这么多中国军队 张教军 立了第一小队 联护大部队 从这两队中国军队中间穿过去 白 是 几分不许 在呀 小队的撤 咱们追不追 这是我们黑府山康尔英军 自城里来打的第一仗 绝不能轻饶了小鬼 弟兄们冲 冲 给我冲 下 下 孩子 是你呀 孩子 长儿 你放开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为什么还是不肯原谅爹呀 爹已经知道错了 爹跟你赔卜神还不行啊 没必要 当年你赶我们下山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恩断义绝了 长儿 而且这么多年 你过你的日子 我们过我们的日子 这井水不犯河水 不是挺好的吗 现在是国难当头 我们俩应该联合起来 一起抗日啊 就是 就是 早知道是你们 我是不会下山救你们的 长儿 你是不是非要爹跪下来 你才肯原谅我 好 我知道 爹爹今天就跟你跪下了 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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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跟闺女之间的事 你们别管 三爷 长儿 我求你了 这是干啥呀 你好歹是我爹 你这是要折煞我呀 叫爹了 我就知道你不能不原谅爹 定邦 我欠你个人情 兄弟们 雨烈 我们走 八浩天 你要干什么 重新拉队 打鬼子 这个仇 我一定要报 我们黑虎山 已经成立了抗日义勇军 我希望你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别了 还是各打各的吧 后悔有期 浩天 我觉得定邦说得有道理 你是不是想留下来 你 你有权利 选择你自己的生活 兄弟们 走 看把他牛的 打仗打成这个熊样 还牛什么牛 别来 别理他 我答应过他 帮他好好照顾孩子的 你别那么死心眼好不好 李烈 三爷来了 三爷 来来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闺女塞雕蝉 大当家的 终于见到你了 大宝 你没去凤凰山呢 我们 三爷 我们还没来得及 上山去见大当家的 就碰到了马浩天 那他 人呢 走了 看来他是看不起 我们这些土匪 各位 既然到了我凤凰山下 就是缘分 上山喝杯水酒 解个罚吧 这么多年 你和秀才在凤凰山 过得好吗 挺好 那就好 丁邦 我说你刚才是怎么办 为什么不让我说 我们上过凤凰山 过来 因为秀才是他丈夫 要把我们推下山的 就是他 走 我们见机行事吧 走吧 二当家 二当家 大当家 打圣赵回来了 打了圣赵 没错 他们打赢了日本兵 没错 而且还带回来了一帮人 什么人呢 黑虎山的谢老三 不可能 千真万确 不但有谢老三 而且还有上次 你推下十文雅那你一男一女 二当家 咱们这次可要提前做好打算 万一这事败露了 大当家的可要 滚 给我滚 好 谢老三 谢老三 起来 你们别打他 起来 别打了 别打了 你们别打他了 小子 你没事吧 你要是嘴再硬了 我可就真打死你 我喜欢 我喜欢貂蝉 我就是喜欢貂蝉 你就算杀了我 我也喜欢貂蝉 看来你小子真的是活够了 三爷 我和貂蝉两情相悦 你杀了我也剥脱不了我对他的爱 三爷 我和貂蝉两情相悦 你杀了我也剥脱不了我对他的爱 爹 你要杀他连我一起杀 我说过这个人他配不上你 跟我喜欢他 脑子让驴踢了吧 这是我选的男人 我世子爷会保护他的 放了他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他得从阿龙他们的胯下钻过去 你不能这么侮辱他 你不是让我放了他吗 只要他钻过去 我今天就放了他 好 钻 不要 我钻 等一下 还有我呢 来 来 抓住 快快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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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呢 说呢 快 你干吗 岳父亲 你别太过分了 走 我可以走了吗 别让我再看见你 否则我杀了你 滚 等等 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跟你一起走 你敢 爹 你不尊重我爱的人 就是不尊重我 我在这黑虎山 没法待下去了 你要是走了 就永远不要再回来 好 您永远不要来找我 我们的父女之情 到此结束 你为了一个男人 你连爹都不要了吗 你却不要我的 你 张辰 确丹 我们走 你要是走了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 谢老三 你要是敢来我们送黄山 我就让你没命下山 我秀才 可不是当年的秀才了 去请二当家的来 不用请 我来了 秀才你这是干什么 你说我干什么 当年咱们被他们 赶出黑虎山的时候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此生不再回黑虎山 也不再见他 那你今天为什么把他带上山 你误会了 我跟弟兄们下山打鬼子 刚好碰到他们 就请他们上山来喝口水酒 没有其他的意思 可我永远也忘不了 他当年是怎么侮辱我的 谢老三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别怪我不客气了 二当家的 请你冷静 你跟三爷的事情 我们早听说了 不过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啊 原家一劫不一劫 你说对吗 你算什么东西 这里还有你说话的份吗 二当家的 这做人说话 都该留个疑地 你这是要鱼死网破呀 逼着我 把你昨天让我们跳悬崖的事 都给说出来是吗 你威胁我是吧 你说呀 你以为我会怕呀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大当家 本来我跟定帮两个人 昨天已经到这儿了 二当家的骗我们 说带我们去见你 谁知道 他是骗我们去悬崖 逼我们跳崖 秀才 有这样的事 没错 是我干的 我就后悔 为什么当初没杀了你们 把枪都放下 怎么的 阿尔当家的话你们听 我的话你们不听了是吧 秀才 你也把枪放下 你把花大宝 跟林定帮 弄下山的事情就算了 但是今天他们是我的客人 你必须给我一个面子 可是 别吓死了 坐吧 各位啊 误会一场 来来来 远来的都是客 这杯水酒 我敬各位 秀才 我再说一遍 给我一个面子 行吗 局长 局长 调查得怎么样了 调查清楚了 只有我们的 除了黑虎山的人 还有凤凰山的土匪 凤凰山 对啊 局长 凤凰山距此不过十里路 土匪头子就赛调缠 我当年和他打过交道 他是黑虎山谢老三的女儿 当年不知道 因为什么事闹翻了 离开了黑虎山 自立门户 这一次真是丢脸啊 不但被共产党救了 还被土匪救了 我还看到了林定帮 谢老三 华大宝 黄四郎 跟着赛条缠 上到了凤凰山 还有其他兄弟 跟着嘴尔龙 回到了黑虎山 林定帮上凤凰山 一定是想收编 凤凰山的土匪 帮共产党打鬼子 哥 那我们怎么办 要是凤凰山土匪 能为我们所拥开多好 吴队长 密切留意凤凰山的 一举一动 我们现在急需要 一个落脚点 是 各位 吃好喝好以后 就请大家下山吧 闺女啊 一会儿呢 我们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商量商量 是啊 闺女 我觉得你也是个打鬼子的好手 不如跟你爹病释前嫌 我们一起打鬼子 是啊 大当家的 现在我们共产党 已经和三爷联合起来了 成立了黑虎山抗日义勇军 这小鬼子呢 我肯定是要打的 但我就不跟你们掺和了 你们打你们的 我们打我们的 大当家的 说了那么多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只有大家团结起来 才能够打赢 我们是独来独往惯了 就不跟你们掺和了 闺女啊 你是不是因为当年的事情 还生爹爹的气 所以不愿意跟我们 一姐打鬼子 我明白了 秀才 当年因为 我阻止你跟长儿在一起 所以做了不少出阁的事情 来来来 我今天敬你一碗酒 算是道歉行不 谢老三 你一句道歉 就算完事了是吗 那你说 我怎么做 你才能原谅我 当年你赶我 离开黑虎山的时候 你是怎么对我的 除非你也这么做 不就是胯下之武吗 来 我今天从你的胯下钻过去 我们之间的恩怨 就能一笔勾销吗 可以啊 来 秀才 过分了啊 毕竟是我爹 我过分 他谢老三当年 对我就不过分吗 我算是看出来了 他是你爹 你是他女儿 你们俩才是一条心呢 我秀才算什么 我屁都不是 赛掉产 你太伤我心了 今天我把这句话 撂在这儿 你要打鬼子 我不反对 你要跟他们黑虎山的 一起打鬼子 我秀才 马上就离开凤凰山 此生跟你们不再相见 你给我站住 各位 见笑了啊 这二当家的卑武怪坏了 来 我们喝我们的 好 来 来 大当家的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我们说的 今天我们二当家的态度 你也看到了 对不住了 罢了 鼎巴 别再难为他了 孩子 有时间的话 回趟黑虎山吧 回来看看爹 爹上年纪了 总想起你小时候的事 我尽量吧 好了 各位 后会有期 走 走 秀才 秀才 来人 大当家的 看见二当家的了吗 没 没有啊 撒谎呢 你肯定知道他在哪儿 说 大当家的 对了 我刚才看见二当家 带着几个兄弟下山了 啥时候的事 就在刚刚 不久 二当家的 他们下山了 好 弟兄们 跟着我去跟着他们 咱们走 快走 走走 那我这个女儿啊 从小就脾气俊 不过也怪我当年做得太过分了 三爷 我倒是蛮欣赏你这个女儿的 她这个性 要真和鬼子打起来 绝对是一把好手啊 那是 三爷 你别着急 我也是女人 我特别理解她的想法 毕竟一边是爹 一边是丈夫 她家在中间 有为难吗 来 干什么你们 看你们往哪儿跑 赛貂蝉不跟你们计较 不代表我就饶了你们 二当家 没想到你这么小气 你还算个男人吗 你到底想怎么样 谢老三 你知道这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每日每夜 我都在想着找你报仇 当年你就像赶一条狗一样 把我赶出了黑虎山 今天我必须要杀了你 放弃我心头之恨 我劝你还是千万别冲动 你想过没有 你杀了三爷 怎么跟你夫人交代 怎么跟我夫人交代 用不着敌管 这事真没得商量了吗 谢老三你今天必须死 你们谁要是敢管着 谁就给他陪葬 这话会不会说太大了 大当家的 别动 林静宝 这是我们凤凰山的地盘 我就不信你敢开枪 不信什么 那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我告诉你秀才 上次你逼着我和大宝 从这悬崖跳下去的 今天这笔账 到了该清算的时候了 腔下留人 林先生 对不起 把他交给我吧 好 那就给大当家的一个面子 有权 这凤凰山到底谁说了算 谁给你的担子下山追他们的 打我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 你想杀谢老三 可你想过没有 他是我爹 就算当年你跟他闹翻了 他还是我爹 没有他就没有我赛貂蝉 我就说吧 在你眼里我根本就不重要 滚 各位 对不住了 我代替我丈夫向你们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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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您来了 宋本俊 这次你吃了败账吧 老师 我孤军深入 太过轻敌了 你攻入奉天 把马昊天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你必然蒙生骄傲自满之心 也要知道 东北军不抵抗 不代表满洲人民不抵抗 您说得太对了 我们本来已经把马昊天围困了 就要赶尽杀绝的时候 突然冒出两股武装力量 不但救走了马昊天 还伏击了我们 攻打你的那两只人马 一直是黑虎山的土匪武装 一直是凤凰山的土匪武装 根据我们的情报 黑虎山的谢老三 已经跟共产党合作 成立了黑虎山抗日义勇军 黑虎山 凤虎山 你一定要当平他们 把他们全部杀光 成功 局长 什么怎么样 林定帮想说编凤凰山的人马 没有成功 这说明他们之间 有不可调好的矛盾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呀 哥 这个赛貂蝉 他不跟林定帮合作 他会跟我们合作吗 是啊 局长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 赛貂蝉未必看得上我们 是在认为你 义父 您回来了 孙末军 进来坐坐吧 好 好 方子 我 方子 你和松本 从小一起长大 如今 这凤天已经在我们手中 吉林 四平 长春 也都被我们攻破 就连那黑龙江的马湛山 也推到了齐齐哈尔 整个满洲 我们已经唾手可得了 义父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方子啊 你呀 年龄也不小了 找个时间哪 和松本 把婚礼办了吧 千平老师做主 义父 对不起 我是不会嫁给松本君的 方子 怎么了 怎么了 难道 你不爱他了吗 我是不会嫁给一个贵子手的 老师 可能方子是 则怪我在凤天杀了一些平民 既然是战争 哪能不死人呢 我相信方子会理解的 这样吧 婚礼的时间 等凤天的局势稳定了再说吧 全凭老师做主 不是 你说这赛貂产 他竟敢打我 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我 你说 这让我以后连往哪儿搁 我以后还怎么带兄弟们混 姐夫 不要生气了 他也是在气头上 什么气头上 他根本就是不在乎我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林玉知道 你受委屈了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 我在你这儿睡 不行 姐知道了怎么办 怕什么呀 知道就知道 反正我也受够 你小声点 姐是什么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万一真让他知道了 他会杀了我们的 这凤凰山又不是他一个人的 再说了 就算是真让他知道了 我也会保护你的 没事 报 大当家的 没有找到二当家 这么晚了 他人去哪儿了 不会真生我气了吧 我真不该当着 那么多人的面打他 怎么还在这儿啊 有什么话说 报告大当家 其实我听到一些 关于二当家的风言风语 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啊 有屁快放 大当家的 我们在山下 发现几个鬼鬼祟祟的人 带上来 是 你 你们 你们是什么人哪 凤天警察局 行动大队大队长 吴首毅 凤天警察局 情报处处长 你有强 我是警察局局长马浩天 大当家的 今天我们来 是来谢谢你的 在磐石镇 拉起抗日大旗 受到日军围攻的 就是你们吧 对 感谢的话都说完了 可以走了 我们还不能走 我们想借贵宝地 招兵买马 接着跟鬼子干 借我的宝地 招兵买马 对 大当家的 您不会不同意吧 我为啥要同意啊 你们凤天城的警察 多次围剿我们凤凰山 现在又来借我的宝地 招兵买马 怎么着 想吞变我的地盘 我 大当家的 此一时彼一时啊 当时他们围剿你们 因为他们是官 你们是匪 现在不同了 日本人侵占东北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我们同是中国人 以前的那些恩怨 又算得了什么呀 这位太太 你说得好 其实我也听说了 日军侵占奉天 整个东北军 都放弃抵抗 撤往锦州 独独你们奉天城的警察 接手了一天一夜 奋勇抵抗 我佩服你们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 都应该做的 那马局长 你就实话实说吧 来我的凤凰山 到底想干什么 那行 我就实话实说了 我们想和你联合起来 建立凤凰山抗日义勇军 携手抗日 黑虎山想拉我一起抗日 你们也想拉我一起抗日 看来我这凤凰山呀 还真是个香饱饱 当然假的 请你三思啊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今天我们既然敢来 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可以打死我们 你威胁我 不 是请求 好 马局长 我就多嘴问一句 你的抗日之心 有多坚决 对 日本人的狼子野心 就像这把匕首一般锋利无比 但是我愿意用我的血肉之躯 跟他们斗争到底 哪怕留进最后一地心 也不改我保驾卫国之志 好 马局长乃真难忍业 我赛貂蝉愿意跟马局长 捐妻前嫌联手抗日 成立凤凰山抗日义勇军 由马局长任司令 我担任副司令 可否 这怎么行的 你一个当司令 你就别跟我谦让了 我吧 小打小闹还可以 真跟鬼子 真刀真枪地干 四肢能力不足 你本来是奉天警察局的局长 在奉天苏有名望 由你担任司令 一定会吸引更多的抗日居民 来投靠 这对于壮大我们凤凰山抗日队伍 也是有帮助的吧 那好 恭敬不如从命 不是 这怎么回事 二当家的 您还不让闹吧 咱们已经正式成立 凤凰山抗日义勇军 要跟鬼子续战到底 而且我们大当家的 担任副司令 副司令 那司令是谁 不是谢老三吧 不是 是马后天 原来奉天城警察局局长 马后天 他怎么能在山上 昨天晚上 来投靠我们凤凰山 跟我们大当家的 共同商议好了 抗日大计呢 你开什么玩笑 都没跟我商量一下 就敢成立抗日义勇军 这还怕不把我这个二当家 放在眼里 日寻和从这边过来 秀才 你昨晚上去哪儿了 我找你一晚上 我 他是谁啊 这是咱们抗日义勇军的司令 原奉天警察局的局长 马后天 这是我丈夫 凤凰山的二当家 秀才 熙慧 你过来 怎么回事 才一晚上功夫 你就成立了抗日义勇军 还弄回来一个司令 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想跟你商量啊 可我没找着你人 再说了 你不是说 只要不跟黑虎山他们合作 你就不反对我抗日吗 我是说不 可是 别可是了 可是什么呀 抗日救国 那是为国为民的大好事 日本人想让咱们做王国奴 门都没有 咱们呀 就跟马局长一起 先手抗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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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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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從新的昇華 我們走到一起 月光傾斜如水 繫盡千花無盡 就從新的昇華 我們走到一起 繁星燦爛如燈 明亮夜空不離 從新的昇華 我們走到一起 月光傾斜如水 繫盡千花無盡 月光傾 永远心停 月光傾 永远心停 《月光傾斜如水》 詞曲 李宗盛 《月光傾斜如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